农牧重彩冰马俑 2012年加拿大司指会限量冰马俑雕塑公共艺术 2012年3月14日温哥华烈日文商会举办太平洋铁路彩绘情勇揭末典礼 这个公共艺术项目是一项透过艺术家和企业家对于商业与艺术的共同努力而成就的伟大事业 司指会总裁史蒂文 感谢BC省司指会聂志文商会 我希望以此奉献给那些包括我的争主妇在内的 为太平洋铁路建策做出伟大贡献的华工 我希望我的作品将成为此一历史有意义的标记 作者何门正在节目典礼上的讲话 2012年4月至10月 在温哥华市中心接到各大公共场所公开展出共34座 其因此彩色兵马俑雕像 过去与现在 我是一名将军指挥成千上万的步兵作战 一统中国 我曾目睹建造的万里长城 对抗蛮迷 这些都是只是伟大历史攻击的序幕 秦朝是一不会被时间所遗忘的朝代 我们时刻都保持戒备天后君王的差事 愿他的遗志能够延续到来世 岁月的老化 这个武士最初是一件充满色彩的辉煌创作 经过了2000年 他的身躯灰甲均已褪射 利用切实的彩绘重整这个武士 便看似身上表露出刚被发掘最后剩余的原始原料 我希望观赏者可感受到智慧奇迹和力量 特立吉特的武士 金属武士 守护武士 埃明武士 当我初次看见武士的外表 便联想到一个站在家门前刚强的守护者 他静静地等待归家的人 包括来自宾西省北部的玉石 5万小时可用的发光二极管罩柄 和来自中国的绿松宝石 一条用青铜和饼锡栓制造的裙子 23K金箔 以及青铜绿锈漆装饰 我希望有足够的光线 令武士从内到外绽放光 龙年 龙是中国战兴日历中最吉祥和最强大的动物 会带来幸运繁荣和快乐 为纪念2012年龙年 红和绿的龙翱翔于世界之上 飞跃了时空 代表着一个祖父 就是今年会为大家带来很久而美好的改变 请前来跟龙说句好 然后带着微笑前进 12.沉睡的刚 联盟 我穿越时空 我的名字是秦大卫 是公元前两百年秦子皇陵墓的守护者 在过去的数千年里 直至1974年3月19日 阳光突然愁进来 将辉煌的我带离明目 穿越时空 如今我将以雄伟的身躯 站立于温哥华的街道上 供大家欣赏 辉煌的武士 长城和梦将离 末代女王 文化武士 蓝白陶齿 武士的特点已被软化 已显示她是一位守护者 多于一位武士者的身份 这里共有八个心 隐藏于我的设计中 她代表我和赞助者的期望 与有需要的儿童 分享那份仁慈和爱心 将军 保护者 武士精神 天子 上升的凤凰 爱的战士 尊宠 黄金战士 乌托邦 巨龙之守护者 无昌 将超过两千年的中国服饰 在样板带着西方 背面大部分的图案来自妇女的服饰 前面的设计 这来自男子的服装 藏宝地图 埋藏的宝藏 描绘 描绘一个2200年前埋藏在地下木质结构中秦勇的神秘墓地 成千上万的工人和巧匠从全国各地到此 日以继业花上一十年时间完成秦始王这个计划 以食物大小一样的武士、马匹、战车、陶瓷和纹路 都是手工精心纺织、烧摇和采归 家国先锋 横贯加拿大东西的太平洋铁路 有如一条家国血脉 它象征着加拿大的建筑工人 尤其是华工的努力和心血 我把秦勇比作那些默默无闻的华工 是他们用血肉之躯建设了加拿大 中华基石 秦始皇统一了中国建造了万里长城 我把秦勇看作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象征中国最普通、最底层的老百姓 是历史的创造者 每一座秦勇有一块基石 令万里长城永死不倒 互相情、家国情 雕像表现了加拿大人极为普通 极为典型的情感 那就是加拿大人对其故国相处的眷恋之情 这种深厚的情感 只有在实行多元文化政策的国家 才能得到高度的尊崇 浪漫中国之旅 秦勇见证中国五千年东方文明 思路所缘 日月拱照 故宫、长城、敦煌 正是龙之博土浪漫旅程上最伟大的预保 同年十月底的彩色兵马泳池山公益拍卖会 亲爱的来宾 阁下今晚财政上的支持将带来大量需求的资金 有助本会提供活动 帮助儿童挖掘并充分发挥其潜能 谢谢各位的支持 令这个限量版兵马泳公共艺术项目成为我们社区一个精彩的活动 各位与投标开始之时 不忘那些有需要的孩子 祝各位有个愉快的晚上 BC司指挥总裁 Steven Miller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温哥华总领事 本人对于BC三丈儿童四指挥选择 展出中国兵马泳 作为传统中华文化遗产的象征 仅至于最诚恳的诸贺 就我个人而言 我喜欢旅行中国 我惊讶于兵马泳唤醒了我的感官 而令我对中国文化的传统习俗 宗教与道德观念的有着更多的认识 我很骄傲我的工作能令许多艺术家和合作伙伴的共同努力 造福于许多长期儿童和他们的家庭 2012年10月 在中国农历的中秋节前夜 这些农莫种彩的兵马泳 永远留在加拿大的土地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